今日下午2點 屯門山景村業主立案發團 改選於山景村足球場內舉行 中午12點發現有20多名疑似黑社會背景人士 直接由會場保安手中取得進場的交手帶 部分人士被在場便衣警察截查搜查後離開 有部分則直接進入會場 山景村居民梁先生說 屯門區議會副主席 山景區議員黃丹澄則表示 黃丹澄指 疫情期間山景村曾出現多項問題 他及山景村居民陳質詢業主立案發團 為什麼處理抗疫等問題比較差 當時發團回覆 需要等主席過農曆年後回來才處理 居民感到山景村應該換發團 過去 蓋村居民多次爆料 有自稱保安和清潔工的人 上門要求授權現屆主席吳慧蘭 代表居民或業主出席選舉大會 有居民質疑有人想藉此黑箱作業操控選舉 因此居民決定用選票換法團 黃丹澄強調保安不應該做這些事 他又質疑 法團動用公家資源為他們收取授權票 有居民向他反映 有保安欺騙年老長者在授權票上 填寫並非長者支持授權的人 屯門山景村第七屆法團管理委員會 委員晚上公布投票結果 朱耀明313,939票 歐陽彥霞55,326票 莫麗梅55,377票 張全小燕55,823票 梁碧山55,783票 何逸女55,265票 曹傑齊55,146票 寧碧花55,503票 羅浩滿55,183票等人 當選成為屯門山景村新一屆 業主立案法團管理委員會委員 張全小燕為法團主席 九位新當選委員 均是山景村居民自發組織山景新景氣成員